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现在在你面前站着的是我 你看看我呀 我是孙媛媛 给你搞定了无数客户的孙媛媛 最听你话 你最喜欢的员工 小孙 媛媛 老公 刚才你可把我吓坏了 你吓了我也没关系 可是肚子里还有两个宝贝呢 我告诉你啊以后可不能这样 我们三个都是你的宝贝 过来 过来 来 让我摸摸你 不 烦了你了 拿开 宝宝 你们看呢 你爸爸现在又在欺负我们了 孩子呀 千万别听他的 你妈是每天都欺负你爸爸呀 好 来 让爸爸摸摸 摸摸毛 下不着 摸摸耳 下一会儿 没事了 没事了 感受一下老爸的安抚和关爱 不准说老爸 我不信你说老 老就是老嘛 不准 不许 好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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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还有啊 你不信老嘴上哄我 什么意思啊 我只要跟你儿子闹矛盾 你总是要摆不定 我还要摆不定呢 我一直都是吃蛋中心的 反正我没有离过婚 再结婚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些离了婚 有孩子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 你说到底是你们以前的亲情重要 还是我们现在的爱情重要 我跟他离了 把您娶回家 你说说哪个重要 可是你们还有个孩子呢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那连着 那孩子要长大也得走啊 再说了 这儿子还不定给谁养的呢 你看我 我妈我爸养我这么多年 这不还不让你给拐跑啊 那还有你前妻呢 你前老婆呢 偶尔啦 结束啦 翻片啦 真的啊 全部 一点都没有啊 丝毫都没有啊 又来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还直走啊 这都看见山了 山脚下就是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保密 到你就知道了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你不高兴啊 你不满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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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待会儿再挂蹭了 哦 哎 上次蹭完车的出租车司机怎么样了 跟你前妻搞成没有啊 操那么多闲心啊 嗯 你帮我看事儿来干什么 我老公那么聪明 不用我说你都知道吧 走 怎么样 你打算把风心扔这儿来啊 什么叫扔这儿来 你看这环境多好啊 你怎么想啊 我没怎么想啊 这都是因为你 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 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寄宿学校 能找着这儿 你还真是下一番功夫了 那是 下了可多功夫了 我辛辛苦苦从网上查的 以前啊我让你买房子 咱们搬出去住 你说不行 让你把风心送给他妈呀 你还说不行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哎 老公你看 这儿不光环境好 吃的也特别好 最重要的是 狮子力量特别强 我带你去看看 这都已经到河北了 你真要把风心放这儿 我爸我妈非 非跟我拼了老命不行 那我的命呢 我们孩子的命呢 你要不把他弄出去 我和孩子的命就不饱了 你知道吗 没那么严谨啊 走走走 有什么事咱回北京说 走走走走走走 回什么呀 黄老伴啊 咱们大孙子什么时候回来 他今天不回来吃了 他想吃披萨 他想吃披萨 他们学校门口就有 白白笑了 杨阳 杨阳 下来吃饭了 你吃饭就行 我今天给你做了那个 英语面蒸扫煮菜 凉了不好吃 快点 我跟你说啊 这点菜弄得可不容易了 哪儿都没有 是菜场的那个大嫂 从农村给我带过来的 趁这吃吧 嗯 这什么味儿啊 像鸡屎脖子似的 也行 也行 这有点 为了弄这点菜 我的腿都快跑断了 你 妈 对不起了 让您辛苦了 可是我现在不想吃了 我闻这味儿就想吐 扔了吧 啊 留着 留着吧 都想吃再吃 那你想吃什么 我现在就想吃这个换皮肝 那你就吃吧 人家小郑怀孕没那么多说到 什么都吃 人家照常上班 妈 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 我不明白啊 妈 你那意思说你太难伺候了 就是这个意思 爸 妈 每个人怀孕的反应都不一样的 这是科学 老男我跟刘小战比 有什么可比性 他都一样怀孕 他怎么就又不可比 行了行了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行不行 他撞了跟头牛似的 估计生孩子放屁差不多 你这什么话 你这才是放屁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 不许离他刘小战生孩子 你那行了吧 我不想听了 你干嘛去啊 我肚子站不出去溜溜放个屁 你们眼里还就只有刘小战 有本事你们就让国强跟他复婚呢 如果国强同意跟他复婚 我绝对不拦着 我马上给他离 爷爷 这话可不是我们说的啊 没这么说不代表没这么想 我告诉你妈 想也是白想 要离你就离 他离婚吓唬谁啊你 靠窗怎么样 干嘛还那么不高兴啊 你不是说肚子里孩子想吃西餐吗 那是昨天 今天不想吃了 那今儿想吃什么 中餐 走 走 中餐 中餐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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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